讓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要求在這個曲面 這個曲面是一個球面 就是說 這個球面的話 它是什麼樣的球面 假設這是一個軸 這是Y軸 這是Z軸 它在那個SY平面上 以N軸這樣掃過來 就上面的話有一點 這一點就是X 球面上的一點的坐標 然後把它投影到SY平面上 這個角度就是V 然後呢 圓點到什麼呢 到球面上這一點的向量 跟D軸的角角 這個就是U 我們可以看 這投影過來的話 投影到這一點 這一點的SY平面在哪裡 就在這裡 把它投影過來 又再投影過去 這一段到什麼呢 這一段就等於這一段 一 因為它那個單位球面 一 這個SYU SYU SYU這個 SYU 那再 SYU就等於這一段 一 SYU就這一段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那再COSYV COSYV就是一個坐標 COSYV 是這個坐標 X坐標 那SYV就是Y坐標 那SYV就是Y坐標 這一段 這一段是那個E 乘以那個SYU 那再來SYV SYU SYV 在Y坐標 COSYV 所以這是一個球面 這個X的話 是球面上的一點 那它說 問說 現在的話 要在這個球面上 找那個曲線 找這個曲線 找這個曲線的話 要跟什麼呢 要跟這個U-COS 交那個六分子Pi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球線 這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 我現在的話 上面有一點 上面有一點的話 那通過這一點的U-COS 是這個大椅 然後現在有一個曲線 這曲線 球面上的曲線 這個曲線 在這一點上面 跟U-COS U-COS 它的方向 就是U-COS 就是那個切線方向 是SU 它跟什麼呢 它跟這條曲線 在這一點上面 要夾多少呢 夾這個 3分子Pi 6分子Pi 就30度 6分子Pi 就30度 6分子Pi 30度 這條曲線 我們要找的曲線 它繼續走的話 繼續跟其他的U-CORB 也都是夾30度的 這也是U-COS 所以等於是說 你通過某一點的話 它這種曲線 跟每一個U-CORB 都夾30度的 這種曲線 跟每一個U-CORB 都夾30度的 都不是呢 無窮多種 就是呢 只有一條 通過一點的話 那種呢 曲線的話 應該是只有一條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怎麼做 我們現在的話 就把這個什麼呢 這個曲線 把它找出來 這曲線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 DXR DT 這個等於 XU U-DUT DUT DUT 加多少呢 加這個 XV 再V-DUT 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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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什麼 這個是它的方向向量 就在 U-V這一點的方向向量 要跟U-CORB 的方向向量 要夾多少 夾30度 那就是說 這是COSINE 這個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X-DUT 對那個T為分 COSINE 三分之π 六分之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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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X-U 跟什麼呢 跟這個X-DUT 然後取內積 再什麼呢 再處理那個什麼 處理它的大小 X-U的大小 還有X-DUT 大小 這個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我把它改一下 這是U-DUT 這是V-DUT 那你現在X-U的話 跟這個取內積 那X-U DUT X-U就是E V-DUT E-U DUT 加上多少呢 加上那個 SU 跟 SV-DUT 就是F E-F 這V-DUT 這樣子 不過我們先把那個E-F 把它算出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方便 在U的話 是多少呢 U 它的大小 就等於 就等於 跟它的E 因為 SU的 平衡 是等於E 這 SU 帶的SU是E 然後 再來這個 這個 這個 X-DUT 是這個 這等於什麼 等於是 這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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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那個 SU U U DUT 加上SV V-DUT 平方 平方 是DUT SU U DUT 加 SV V-DUT 這是平方 再給它開根號 這樣子以後 這個DUT 這個就是UE E-U DUT U DUT 加上SV DUT SV 這也是F 這兩倍的F 這是U DUT V-DUT 再加這個 DUT 這個DUT 這個就是Z Z V-DUT 平方 所以這裡面是 E U U Dolia V-Dicia V-V-D WILL OV-D 這就是U IUD U DU U DU слово Dmusic 基本的平方 我們知道第一基本形式等於是某一個向量的平方 是第一基本形式,要給它開根好 現在我們就把 E 跟 V 算出來 現在 E 的話怎麼算呢? 我們先算 X U 是多少 就給它偏微分,對 U 偏微分 這是 cos U cos V 這是 cos U sin V 這是負的 sin U X V 是等於多少呢? 對 V 偏微分 有負的 sin U 3 V sin V sin V 在偏微分的話是 sin U cos V 對 V 偏微分是 0 然後這樣的話就是要連著 E E 就等於 SU 大的 SU I 大的 U 這個平方叫這個平方 是 cos U 平方 cos U 平方叫 sin U 平方 就是 E 這個算是單位圓 你把它取平方以後就是 R 的平方 R 是 E 所以這個當然是 E F 偏微分是 S U 偏微分是 S V 這個應該是正交 就是說 這個方向的 它跟這個方向應該是正交 因為這個球面坐標的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球面坐標 球面坐標的話 我把那個是 SIDA 跟 PHY PY方向的那個什麼 那個切相量是互相垂直的 不然我就直接 DOT 這個 DOT 這個乘以這個 加這個乘以這個 等於 0 為什麼 可以插個符號 cos U cos V sin U sin V cos U cos V sin U sin V 所以就消掉 這是 0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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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這個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開根 實際上我可以把 sin U 提出來 把 sin U 提出來以後 這 sin V 的平方加 cos V 等於 1 所以這 G 的話挺多 G的話是等於那個 sin U 的這樣 所以這個平方叫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的情況是 cos V 平方加 3 V 等於 1 所以是 3 U 的平方 所以是 3 U 的平方 3 U 的平方 好 那這個鈍子起來以後的話 那這樣我就小個 這個會等於多少場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是 1 所以是 U DOT 這是 1 這是 1 這是 1 這 U DOT的平方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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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等於 0 這個是等於 等於算 等於算 等於是那個 sin U 的平方 那V DOT的平方 這樣子 那這樣子以後 我就可以 可以把那個算出來 可以把那個算出來 這個是 2 分之 跟號 3 這個是 2 分之 跟號 3 那我點到平方以後交叉相長 這樣的話就 4 分之 跟號 3 嗯 這是 1 這是 1 4 分之 3 兩邊平方 這就等於多少 等於是 U DOT的平方 那這 U DOT的平方 加上多少 sin U 平方 然後 V DOT的平方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以後 我這個可以把它擦掉 然後也要交叉相長 就 3 U DOT的平方 加 3 倍 sin U V DOT的平方 等於 4 倍的 U DOT的平方 那這 扣掉 3 U DOT的平方 3 U DOT的平方 啊 這樣子的話 這等於多少 就得到這個是 就是 把它除過去 除過去的話 就得到就是 D V DOT的平方 那等於多少呢 等於 3 倍的 sin U 平方 就是 1分之 1 D U DOT的平方 好 那我給它呢 兩邊 給它 開根號 開根號 開根號的話 這多少呢 就是 D V DOT 這等於到 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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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號3 根號3 1 然後就是 sin U 分之 1 D U DOT 好 那我第一 給它約掉 那這樣我就可以 兩邊積分 兩邊積分的話 這樣不能夠 變成是 D V D U 好 那我可以用個定積分 好 我們假設 這條曲線 它是通過多少 通過這 U0 V 假設它通過 U0 V 那就從 V0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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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從 V0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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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V0 也就是說 當V等於V0的時候 U要等U0 這是 sine U分之 D U 好 現在的話 就是要計算這個東西 計算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這個sine U分之1 就等於Cos U D U 這幾乎怎麼做 這幾乎有點技巧 這幾乎有點技巧 怎麼有點技巧呢 就是說 我上下的話 都給它乘一個什麼呢 Cos U 上下乘一個Cos U 加那個Cos U D U 這是一個技巧 Cos U 加Cos U 加上Cos U 加上Cos U 這幾乎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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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Cos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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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DU除過去 好,我們一看到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曉得 這一項跟這一項差個不好 就負的什麼呢? Cosecant U Cotent U 加Cosecant U Cosecant U 這是DU 這樣子 所以的話 上面這個 跟底下這個 剛好只插個符號 所以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說 這個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寫成4這樣子 插個符號 D 這是 等於多少呢?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插個符號 這是Cosecant U 加Cotent U 這樣子 就這個 就變成是這個 就Cosecant U 加上Cotent U 這樣子 這是 Cosecant U 加上Cotent U 好 我們曉得 那這個的話 我就可以把 這看著Y 這看著Y 這等於 等於是 Y分多少呢? 這有個符號 這Y分D DY 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 負的 這LN的Y 那Y的Y就 Cosecant U 加上Cotent U 加上Cosecant U 加上Cosecant U 所以這就等於 那因為這也有個符號 那本來是正符 現在變成符正 變成符正 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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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少呢? Cose U 加Content U 然後給它帶上下線 U0到V0 好 那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的話就是說 這條曲線就可以表示成 這個是V-V0 等於多少呢? 負正號 跟號三音之一 那這是Lm 那多少呢? 這是 不過這個要加絕對值 計完婚以後要加絕對值 以預防呢 它這個變成是負的 所以這個是Cose U 加Content U Cose U 加Content U 我再決定一次 這是答案 這個證物號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曲線的話 通過這一點 通過這一點以後 它的夾角是這個角度是矽大 這個是30度 事實上的話也可以是這個角 就是說 這個假設是 這個假設是 Xu 的方向 另外這假設是 Xu 的方向 Xu 的方向 不過加個一條好了 因為 Xu 的方向 不是單位向量 這樣子的話 它那個 夾什麼呢? 曲線的話 夾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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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那個30度 可以是這一條 可以是這一條 就是這一條 跟那個 Xu 是夾30度 是這個方向的 曲線這個方向 這個是 30度 也可以是這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 這個也是30度 這個也是30度 一個正能一個負能 所以它會有兩支 通過這個的話會有兩支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